现在又是我们的中国网络观察节目时间了 主持人齐之峰已经坐在了演播社 我们现在把中国网络观察的时间交给齐之峰来主持 齐之峰 好 谢谢萧寻 所谓的中国前总理李鹏是个笑话 是指这位前总理 这位中国前总理中文来的养子 靠着养父是总理 莫名其妙的也当上了总理 但许多中国人认为李鹏不学无术又蠢得要死 例如在1989年5月 在中共当局在北京大开杀戒 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市民的前夕 李鹏能在电视上将中共要在北京施行戒严的那份措辞 简短的声明读的颠三道四乱七八糟 李鹏当时讲话的录像 现在都可以直接拿出来当娱乐节目看 如今前总理李鹏的女儿被中国网民戏成为李公主的李小林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制造笑话的能力显然大大超越他善于制造笑话的爹爹李鹏 李小林以仗着他爹爹的权势 做上了中国国营电力垄断企业 中国中电国际公司董事长和全国政协委员 把国家当自家拿着靠垄断得来的超高工资和奖金 他还喜欢穿一身超豪华的国际名牌时装招摇过世 许多人认为李小林跟他爹爹李鹏一样傻甚至更傻 但李小林比他爹爹更喜欢抛头露面说傻话 比如他提议中国政府要为全中国的人建立道德档案 将中国人的道德一一打分记录在案 方便管理 他还说他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之所以能飞黄腾达 他完全是光明正大因为他除了才能之外 别的资本是零 李小林这种笑话言论引发了中国公众的哄笑 有人说哎呀不得了 李小林都说他爹爹等于零 看来他爹爹真的是智力等于零的傻瓜 这一次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李小林 事前卷入保险业秘密交易 涉嫌价值一百一千六百九十万美元的行贿受贿案之后 李小林通过其掌管的国营垄断公司发表正式声明 声称为与任何保险公司有个人往来 也不认识什么保险公司的人 有关遥远纯属恶意卑劣的中伤 他将保留追究谣言者传谣者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然而十分不幸或十分幸运的是 立刻就有中国网民拿到了确实的资料 显示李小林公然撒谎 他多年跟一个保险公司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那个男人就是他的丈夫刘志源 刘志源曾经任中国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助理 李小林撒谎如此不谨慎导致更多的中国公众叹息 有其妇必有其女 妇女俩都傻而且人品太糟糕 有中国网民说屠夫的基因传给了女儿 撒谎耍赖自然得了真传 还有网民发布开玩笑的号外报告 爆炸性的消息 李小林发表声明不认识自己的丈夫 李小林发表不认识老公的笑话声明之后 更有人假装板起面孔讲政治笑话 一个保险公司的老公天天睡在身边 却不要脸说位于任何保险公司有个人往来 请问李大小姐你天天都是在跟一根黄瓜往来是吗 显然这种政治笑话假如细说起来细分析起来绝对是少而不已 从一方面来说 这些笑话对中国公众无疑是非常有娱乐价值 而且对中共政权的杀伤力巨大 从另一方面来说李鹏李小林这对妇女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笑话国宝 中国当局已经采取严密的措施 保对保护这位妇女国宝 在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 当局采取的保护措施 是将李鹏李小林列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 网民搜索李鹏李小林便会被告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李鹏搜索结果位于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李小林搜索结果位于显示 李鹏李小林究竟违反了中国 什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此见不得人呢 不用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笑话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网络观察 消询 带来的今天的中国网络观察 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继续推进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系列报道 中国大变革的播出时间了 今天为您播出系列报道的第七部分 请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